致敬全球空姐 各位空姐 第十届挖沙世界空姐姐如期而成 因疫情原因 今天我们在线上庆祝世界空姐自己的结束 并在线如期发布第十一届世界航空公司和工程服务业的研究评价程度 在这个科学书的日子里 我请代表世界航空小姐协会WASA 世界城市合作发展中心CDC WC 航空专业委员会向今天获奖的航空公司 空城团队 航空小姐表示热烈的诸侯 对你们在抗议斗争第一线所做出的工作努力和奉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向你们的亲属致于诚挚的维问 空姐的工作不是辛劳而崇高的 你们招募沉怒夜纳行程 一年三个六十五天都要除情 半天克服各种困难 为全球乘客兢兢业业的服务 把乘客安全送到屋里地 即使在疫情期间 你们人往我坚持工作岗位 与运动做顽强的斗争 你们的奉献 你们的勤劳 你们的努力 构筑了全球空姐职业群体 可恶的境界精神 值得全社会尊重赞扬 航空业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是经济的重推进 我们的研究表明 航空业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球航空乘客每年达数十亿人士 即使疫情 无情打击多多的航空业 上个年度全球航空乘客同比下降过半 大人有二十多亿人士的空乘海量 难以想象没有航空业的世界将会是怎样 当前 几块 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有效控制 那全球的抗日还在坚固努力之中 航空业遭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冲击 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面临巨烈的亏程 形势严峻 成兆折化了七十万个 病数前头的挖木村 我坚信随着世界国国人民齐心献严 共同抗疫 以及有效的疫苗的广化减重 人类必将最终战胜新冠病毒 世界经济复苏的那一天将不再遥远 全球航空业还将迎来万字千红的春天 最后再次向顶座疫情迎拿而上 不欠此行 起得优越成绩的航空公司 空城团队 空姐个人是以崇高的精力 我再次建议 每逢世界空姐姐 广大城市都要我向提供服务的 航空公司 空城团队 空姐个人由衷的说声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